這個選項 x 3 次方的係數是0 對還是不對? 對! 因為你沒有看到 x 3 次方向 對吧? 它的係數是0 然後最後一個選項 f-1 會擋多少 我覺得我來寫一下好了 每次講到這一題喔 有些人就不問 來! 這個多項是 f of x 我抄一下題目喔 也叫做 3 x 5 次方 然後再減掉 2 x 4 次方 然後再來加上 x 次方 再加多少? 再加5 它會問什麼? 它會問 f of 負1 欸! 我跟你講喔 我覺得 1 啊 2 啊 0 啊 你們都不會算錯 但是只要每次數字改成負的 你們算錯的機率就會變很高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帶負1進去 它會變成 3 乘上負1的 幾次方? 5 次方 對吧? 然後減掉 2 乘上負1的幾次方? 4 次方 就慢慢寫嘛 不要緊張 再加上負1的平方 再加5 我講真的喔 每次只要用一個數字帶進去 帶2 帶3 帶1分之1 大家都會算對 算錯的很少 但是如果帶負的 你們就很容易錯 來! 我又問你 負1的5次方是誰? 負1的5次方是負3 負1 負10去乘5個嘛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負1 負1再乘3 所以這裡是誰? 負3 這裡是負3喔 然後再來 負1的四次方是誰? 1 你就想4個負1相乘嘛 負負得證 負負得證對不對? 來! 1乘上負2 所以這裡是多少? 負2 這裡是負2 很好 然後負1的平方是誰? 1 加1 然後再怎麼樣? 再加5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是誰? 1 1 這樣可以嗎? 所以第5個選項能不能選? 不行! 第5個選項是錯的 F負1應該等多少? 應該是等於1 不是等於3 這個選項不能選 這樣會不會? 會喔 有沒有覺得我忘了再加國中選項? 這名就國中初選嘛 來!有國中的Fu嗎? 國中的Fu被拉出來 來! 接下來找一個空白的位置 我要談另外一個問題 A1 我想想看喔 來! 什麼不是多相似? 來!把這個標籤寫上去 我只是負責 欸! 頂一下慢慢來 因為這也是國中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想要講一下 什麼不是多相似? 我用舉例的方式 來!我等你 我下面會列幾個喔 然後你一個一個回答我 第一個 2 然後它的次方叫做 S平方 加上3S -1 來!請問你 這是不是多相似? 這個是不是多相似? 不是! 為什麼不是? 因為它沒有滿足多相似的規定 多相似要長得像什麼樣子? 要長得像這樣嗎? AXN四方嗎? 對不對! 然後有很多個把它加起來 只有一個也可以 但是它的基本長相就一定要長這樣 AXN四方 這個N是個非負的整處 請問你 它長這樣有符合規定嗎? 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多相似? 不是! 這不是多相似喔! 這不是多相似喔!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東西不是多相似呢? 根號 裡面寫什麼呢? 比如說我寫X平方 加1 請問你 這是不是多相似? 不是! 因為 為什麼它不是多相似? 因為它沒有符合規定啊! 我們多相似就規定在這邊 你就是要長這個樣子才叫多相似 你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你憑什麼叫多相似? 你懂這個意思嗎? 你長得就不一樣嘛! 然後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多重老師應該還有教 先不要講分母 分母應該是最後 在什麼東西裡面也不可以 在根號裡面不行 在一個地方裡面也不行 在絕對值裡面也不行啊! 比如說絕對值裡面什麼東西? 負4X3次方 然後-2X加1 我隨便舉例啦 來!請問你 這個東西是不是多相似? 不是! 為什麼不是? 因為它沒有滿足規定啊! 對不對! 有絕對值的就不是多相似 還有! 什麼東西也不是多相似? 來!這樣子! 3X加1 分之負2 當你的X出現在分母的時候 它也不是多相似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出現在四個地方都不是多相似 哪四個地方? 來!指數 更號 絕對值 分母 出現在這四個地方的都不是多相似 把它寫上去 我再講一次 其實有一種口庭無聊 它會討你多重選擇題 然後問你說下面誰不是多相似 誰是多相似 你就要稍微會判斷 最常見的是這四個 指數 更號 絕對值 跟分母 這種都不是多相似 都不是喔! 都不是 這種都不是多相似 注意一下 這國中有教到? 有! 確認一下 每次都加一個棒 好! 那講到這邊 我再來談一個問題 這裡要介紹一個國中老師可能沒有講的東西 這個東西來一樣找個空白的位置把它寫上去 我建議你寫在149頁 识寫幫我拍這邊 你是拍到你回去而已 來! 來!我來講一個東西叫做常數多相似 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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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常數多相似 來!寫上去喔! 什麼叫常數多相似喔! 如果有一個多相似長得像這個樣子 f of x 降於 a0 這種就叫常數多相似 同學你知道a0是什麼東西嗎? a0是一個數字好不好 a0是一個數字 我這裡要先跳開來講一件事情 講什麼事情啊 一般我們的多相似可以寫成像這個樣子 f of x 叫做你如果看課本 課本的多相似怎麼定義 他說叫做anx的幾次方 n次方 再加上a的n-1 x的n-1次方 再加... 增加一點點 加到哪裡? 加到a1x 然後最後的常數像是誰? a0 課本在定義多相似 他說多相似一定長得像這個樣子 這是一般的寫法 一般的寫法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an啊 an-1啊 一直到a1還有這個a0 都是數字 那這個x我們稱為叫位置數對不對 對吧! 這個x稱為叫位置數 也稱為叫變數 然後這個n啊 n-1啊 n-2啊 一直到這個1對不對 都是什麼? 都是非負的整數 把很多的單像式用加號連接起來 就形成叫做多相似 以前有學生問我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 對你來講會不會造成困擾? 什麼問題呢? 這個an你把它圈起來 有沒有人知道他問的問題是什麼? 對他問問說n是什麼? 世界 就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這算很妙 因為我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說老師這個an啊 對 這個他下面的這個右下角這個小小的n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 欸我告訴你 這個n喔 我們稱為叫什麼你知道 稱為叫下標 來你寫一下 這個叫下標 這個下標經常出現在數學、物理、化學裡面 他有不同的一些 在不同的場合 他代表一些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你國中一定學過 水的分子是怎麼寫? 水的分子是你怎麼會寫? H2O H怎麼樣? H2O 好那我現在可不可以問同學 H2O的這個2就是一個什麼東西? 對他就是一個下標 所以有人說老師他這個下標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講這個多項式 我告訴你 這個an他指的就是 x的n次方他的什麼? 他的係數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這裡要寫n? 因為要跟他做對應 就是代表說這個加坡是他的係數 就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其他的意思 你這裡要寫別的東西也可以 只是我們在寫的時候希望可以對齊 你聽懂這感覺嗎? 所以有人說老師為什麼這裡要寫an 因為這個an其實只是一個係數的概念 他代表的是sn次方的係數 你這裡是n次方 我這裡就寫a 然後下標n 代表他是他的係數 就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其他的意思 好不好? 就代表他是係數這樣而已 就是一個對應的關係 很簡單 這樣懂不懂? 那這個下標 比如說化學對不對? 也經常出現這種下標的表示法 這樣ok 好 那這個簡單的跟你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要講什麼叫長數多項式 這個長數多項式 你先聽喔 他可以分成兩類 來 第一類 大家有一個見什麼出來 還有第二類 我覺得你們有些人這個都會搞不太清楚 你知道長數多項式分成兩種嗎? 一種叫零多項式 另外一個叫什麼? 對 另外一個叫零四多項式 我要跟我媽媽講 我講一次你就完全可以懂了 我覺得這個稍微講一下 應該是可以 我代替我代替 你知道什麼叫零多項式嗎? 零多項式就是f of x 他就是零 他是一個多項式喔 我問你 零他是一個單項式 單項式也是多項式 只是他只有一項而已 對不對 兩項也是多項式 三項也是多項式 用加號零接對不對 我問你零是不是多項式 是喔 他要滿足多項式的規定喔 對吧 好 那我現在請問一件事情 零這個多項式他有沒有次數? 答案是沒有 沒有辦法規定他的次數 所以我們這邊狂兵洗一句話 我們不規定他的次數 在高中的階段 沒有辦法規定零多項式的次數 寫完之後 用銀光筆或著用紅筆把這一個傢伙框起來 稍微框一下喔 當然我希望課本 課本就這樣講 你看課本 課本怎麼講 課本就說 在哪裡 課本怎麼規定 我在那個隨堂練習的到上面第二行對不對 他說零多項是我們不規定他的次數 可是我希望跟你同班的同學多講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不規定他的次數嗎 你說我是次數不是很簡單嗎 看那個啊 看那個最大的那個那個次方 那個數字不就知道次數了嗎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不規定次數 在高中沒有辦法規定 為什麼 因為譬如說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有人說0 他可以寫成0乘上x的幾次方 幾次方 沒有我先問你 這樣寫可不可以 可以 那有人說 你就規定他是一次嘛 對不對 這樣不行嗎 可是這樣子有人會抗議啊 有人會覺得說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寫 把它寫成0乘上x的2次方 這樣寫也可以啊 那我要把它當做兩次可不可以 那這樣沒完沒了 那如果接下來有個人說 那我要把它當成三次當成四次 那到底這個東西要怎麼規定次數 就會變成一個很難辦到的事情 所以到後來我們高中數學很簡單 只要遇到這種0多像次 我們就不規定他的次數 他連次數都沒有 不是0次喔 是連次數都沒有 沒有辦法規定次數 這樣好了 在課本裡面有傳到這個東西 你把不規定次數這幾個字把它畫起來 不規定次數 他沒有次數的概念 0這個數字他沒有次數的概念 他是多像次 OK 那什麼叫0次多像次 你知道嗎 0次多像次 來我寫一下 0次多像次就是f of x 他等於一個非0的數字 等於一個非0的數字 我這樣寫你看到的 譬如說舉個例子 f of x 等於3 對呀 對呀 這個叫做0次多像次 如果他等於一個非0的數字 那這個東西同學我問你 你要不要猜猜看 3這個數字 它是個非0數 它的次數是幾次 0次 3它可以寫成3乘上x的幾次方 0次 0次方 對不對 x的0次方是1 對吧 所以3是可以寫成3乘上x的0次方 所以同學請問你 這種0次多像次 它還有沒有次數 有 它的次數是幾次 是0次 所以你這邊這樣寫 degree degree Apple x 是多少 是0嗎 好 我給你30秒你想一下 初學者跟你保證 有很多人在這裡 這兩個會混在一起 完全搞不懂 我給你一點時間思考一下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再解釋一次 我在黑板上寫的比較亂 你在你的那個課本裡面 可以把這個東西整理得好一點 整理得好一點 看看你要怎麼整理 這座同學都是做筆記的招數 你都很會做筆記啊對不對 筆記把它做漂亮一點 然後你要注意 這個叫常數多像次 常數多像次 常數多像次分成兩類 一種就是它自己是0 一種就是它怎麼樣 它不是0 那如果不是0的話 九尼它次數是幾次 是0次 這種叫0次多像次 但是如果它是0的話 0的話有沒有辦法規定次數 沒有辦法 0它也是個多像次 可以嗎 但是它連次數都沒有 沒有辦法規定次數 這叫常數多像次 然後我這邊再寫一個東西 如果有人要你寫一次多像次 你會不會寫 很簡單 我寫給你看 要你寫一次多像次 你就寫fx等於多少 等於ax再加什麼 加p啊 對啊 一次多像次就長這樣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你今天寫一次多像次的話 我寫一次 走 走 去關於 ور立 不要緊